李天命许久不见江飞玲和李清雨 正要上去见面 可却被破军士族的少族长夏豪鹏拦住 他这会儿正气头上呢 站住 你是要去找李清雨 李天命头也不回 好 没错 找我有事 滚开点 那李清雨是本少的女人 李天命笑了笑 你算哪根葱 夏豪鹏冷冷道 小子 看了挺面生 醒来的吧 本少 可是破军古士族的嫡孙夏豪鹏 帝圣五重境界 我身边这位 可是上古皇族七皇孙赵硕 以后 眼睛给我封亮点 可谁知一听到上古皇族这四个字 另一会儿好像被触发的什么机关似的 双目之红 避开发光 就要台长 李天命连忙按住他 小伙 淡定 淡定啊 一转头对着夏豪鹏骂道 有病啊你 我是李清雨他哥 我找我妹 你有意见吗 夏豪鹏一听尴尬不已 呃 那个 原来是大舅哥啊 误会了 误会了 在下 破军士族夏豪鹏 不知怎么称呼呢 李天命 天命的命 听到这两个字 李清雨也看到了那头亮眼的白发 天命哥哥 新高采联络的灵儿一起奔了过来 李天命笑了 清雨来了 随即一把抱住扑着怀中的灵儿 灵儿啊 我真的好想你啊 哥哥 我也是 我好想你 哥哥 灵儿 救命 咳咳咳 还没来得及开始亲衣呢 李清雨咳嗽两声 那个啥 注意影响啊 另一个在旁边看了一脸懵闭 天命哥怎么从来不和我抱抱 这粉发小姐姐来了 就贴贴呢 外面的世界 我不懂 清雨看到他一眼 哎呀 好可爱的小弟弟 天命哥哥 这就是你新家的朋友吗 对啊对啊 小伙儿 来和我妹妹打个招呼 那一伙儿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那个 清雨妹妹 哦不 清雨姐姐 你好呀 不过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在不远处的夏浩鹏和赵硕二人组 西黄森赵硕 此时双眼通红 这里天命 亵渎神女 逼死 逼死 面色扭曲 转头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夏浩鹏 给我把这个人的底细 插个底朝天 我今天就 哎 好嘞 我的黄二哥 之后 清雨和灵二 都搬到了 里天命所在的认认店 一行人就在夜一楼 这么安顿了下来 李天命跟灵二 说起 炼狱融融的经过 说自己 那是一路开挂圣机 先是大爆云忧 然后横扫全场 占打云昆昆 接着又去了 炼狱节节内部 就说小伙儿 灵二听了 那是心神向往啊 哥哥 你好厉害哦 哎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小两口温存了一会儿后 时间很快 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 李天命带了灵二 和清雨两个大美人 在大街上闲逛 那风景可真是 羡煞旁人啊 喂喂 这两个姑娘也太漂亮了吧 这个白头发的小子 怎么这么好服气 我操嘞 羡慕嫉妒恨啊 路上 李天命是带着两个大美人 各种买买买 作为灵黄镜太子爷 怎么说身上也有点鸡血 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大擂胎 这里是星河圣殿 弟子们鄙视的地方 名为星河道场 而在这里 还有不少处理的柱子 李天命刚一靠近 体内的胎塔和东方剑 就发出嗡嗡震动 然而这只是片刻就平息下来 仔细一看 这柱子上 花纹繁杂 天文玄傲 竟隐隐 有种远古神文的神秘气息 看东方剑和胎塔那个样子 莫非 这柱子的来历 也不简单吗 清雨这时候解释道 天命哥哥 这可是星河镇魔柱 据说 是自星河圣殿建立以来 就一直存在的根骨神物 只有殿主才能操控 这柱子同时支持了 咱们圣殿的守护结界 李天命点点头 原来如此 在柱子的旁边 张贴了一张大网 那是学院内 预售师们的排名 李天命看了一眼 第一名叫做赵硕 奇怪 这名字怎么感觉有点耳熟 貌似那听过 不过很快 他也在角落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第120位 李天命 我擦 怎么我这么低啊 灵儿笑着 哥哥 那是因为这个排名 才有挑战之啊 你只有挑战了高排名的预售师 才能取而代之 李天命这才反应过来 哦 难怪我在120 因为他下面 同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第121位 麒麟谷族 云坤坤 与此同时 他还注意到之前 那个对李清宇有想法的 破金士卒夏侯鹏 位列第7名 真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还真有两把刷子 哎 不过说操操 曹操道 呦呦呦 这不李天命吗 几天不见 这么辣了 正是云坤坤 李天命脸色顺其阴沉下来 好 手下败将 你残杀同族 麒麟谷族 没宠见你吗 云坤坤冷恨 这个无需你操心 我来 只是想告诉你 托你的福 上次的战斗中 我已经突破人胜 如今 是地胜一城境界 要在排名中 最起码能排到前50 李天命瞥了他一眼 云坤坤 我给你一个爆炸的机会 来 现在上了一台 你敢 是不敢 云坤坤笑了 等的 就是你这句话 可笑 你一个天一镜 竟敢挑战地胜 嘎嘎嘎嘎嘎嘎嘎 天大的笑 李天命自然不会拖大 而是现在如今 灵儿在身边 她胆子大得很啊 天井打地胜 自然很艰难 但有了江飞灵 那就不一样了 而且她这阵子 卡在天子巅峰 硬硬觉得 需要一个突破气机 可能和这云坤坤一战 那就是气机所在 来 灵儿 我们上 好的哥哥 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 江飞灵化身白色女生 飞到她的身后 然后法阵张开 下一秒 少年和少女 合二为一 这一刻 力量疯狂提升 人群都炸锅了 我猜 什么情况 怎么好端端一个大美女 一下钻到白发小子身体里去了 快 快查一下那小子到底是谁 听说了 好像是什么 罪人之子李天敏 这一次 云坤坤也学聪明了 和李天敏约定 半身兽不能出战 只有人对人 不认死的二 还是有点悬 他可对李天敏那三只 寄生客 小指鹰 剑猫 还有大力怪乌龟 李天敏很自信答应了 这时云坤率先抽到 一马当先 手中一拳砸出 正是他刚修正的地圣级战爵 烽火 楼云拳 这一下 威力十足 他踏入地圣之后 兽元已经全部制变成了圣元 这一拳下来 空气撕裂 碾压一切 而李天敏呢 呵呵一笑 天之翼 来 尺坊张开的同时 他从戒指中 抽出冬皇剑 三大灵元疯狂调动力量 雷霆 火焰 山月 来 给我融合 灵二的复灵增负 让他像元素融合得格外轻松 可以前的勉强不同 有种举重落轻的感觉 而后一剑斩出 神霄剑决第三层 雷火 山月剑 剑出 然后 怒龙咽笑 云阁坤早料到有这招 这次心里有所准备 他丝毫不敢拖大 可就要在触碰过的一瞬间 忽然身上一沉 好像陷入一片泥沼 而李天敏的速度 陡然加快 没错 这正是江飞灵的能力 时间力长 加速和减速同时使用 就这么一秒错愕 敦荒剑就已杀到身前 山月剑 斩 碰的一下爆炸声中 云阁坤被打飞的刀飞出去 数十米远 喷出一口老血 刚想抬头反击 李天敏就已经出现在他身前 勾嘴一笑 云阁坤 现在知道 惹闹我的下场了吗 滚吧 一巴掌冲出去 直接让他打飞数十米远 这一下 全场震惊 围观群众们都懵了 不是吧 这李天敏 居然能夸两个经纪击败对手 天胜竟打败地胜 我没看错吧 而这时 人们看向李天敏的眼神 又多了一种情绪 那叫敬畏 而这时候 忽然一股威压降临 一个中年胖子 冷漠降临战场 他是看守本次比赛的安全导师 名为杨伟 李天敏 胜负竟然已分 你为何还羞辱于对手 你好狠毒的心肠啊 李天敏看了一眼 这是一位天生二成的导师 属于成天天王麾下 实力地位 大地上和郭世映相当 回禀导师 这一台赛的规则 只说了不能杀人 但没说 不可羞辱于对手 众人看这场景 有点头皮发麻 这李天敏一番话 不背不抗 甚至还有点顶撞一尾 他难道 就不怕导师 惩戒于他吗 放肆 这小子 跟我去成天天的惩戒处 我要好好教教你的小子 什么叫 尊师重道